提起面容ID 苹果真是为了它煞费苦心的 I don't check 2013年收购了以色列的一家3D双感器公司 PrimeSense 2015年收购了瑞士的一家专注于面部动画捕捉技术的公司 Faceshift 2017年又收购了德国的一家眼球追踪公司 SMI 除了这几家 还有很多家相关领域的头部公司 都被苹果给收购了 有钱的就是任性 从来都不相互得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在这个领域 苹果几乎都达到了技术垄断的地步 但是就这么秒天秒地秒空气的技术 近几年却出现了大面积翻车的情况 打开镀链输入面容ID或者FaceID 就会看到一大堆关于面容ID的问题 面容ID不可用 高一点低一点 进水能不能修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看到这里 我估计各位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一些问号 面容ID损坏的原因是什么 坏了以后能不能修 在聊这两个问题之前呢 咱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 面容ID都有哪些部件组成的 面容ID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以及这些部件与主板的加密关系 之前被网友玩坏了的刘海下面 其实呢隐藏了很多部件 从左到右 依次是红外摄像头 还有这个看上去是一个部件的 其实呢它是两个部件 上面是距离传感器 下面是泛光感应元件 这里呢是环境光感应器 下面是听筒扬声器二合一 这个是前置麦克风 这颗呢就是前置摄像头 最右边就是号称可以投射出 三万个红外光点的点阵投影仪 但是面容ID工作 是不需要所有部件参与工作的 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做个小测试 我们分别对每一个部件进行遮挡 然后我们录入面部信息 我们先挡住红外摄像头 手机一直提示 保持面部在取景框内 结果表明呢 如果红外摄像头没有参与 面容ID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我们再尝试对泛光感应元件进行遮挡 此时呢手机会一直提示 保持面部在取景框内 测试证明缺少泛光感应元件 面容ID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接着我们再依次对环境光感应器 听筒 麦克风 以及前置摄像头进行遮挡测试 结果表明 没有这几个部件 面容ID一样可以正常工作 前置摄像头呢 在整个面容录录的过程当中 只起到了镜子的作用 然后我们再将对点阵投影仪进行遮挡 手机呢会一直提示 将iPhone低一点或高一点 保持面部在取景框内 甚至直接跳出面容ID不可用的提示框 显然啊 没有点阵投影仪 面容ID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经过上面一系列的车之后呢 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面容ID是由泛光感应元件 红外摄像头 以及点阵投影仪 共同协作完成的 缺一不可 接下来我们利用逻辑分析仪 来分析一下这几个主要部件的工作时序 面容ID工作流程呢 就跟把大象装冰箱的流程差不多 大概呢需要三个主要的步骤 第一步呢就是人脸的识别 首先呢泛光感应元件 会亮起来负责照亮您的美 然后呢红外摄像头来配合做生物识别 此时需要判断是不是人脸 在识别人脸的过程中呢 还有一个细节 手机要识别这个人有没有睁眼睛 经过我们测试呢 手机只要识别到任意一只眼球 都可以录录或者解锁成功 如果你瞇着眼睛呢 此时手机的判断逻辑就是无法通过的 第二步是提取面部关键的特征 在识别到人脸后呢 点阵通用仪启动 向人脸发射肉眼不可见的三万个红外光点 此时根据每个人的面部特征呢 会形成一个独有的3D结构光 第三步就是信息校验 红外摄像头呢 会把我们肉眼不可见的3D结构光 加密关系 每个部件的芯片的内部都会有一段数据 与主板的SOC呢进行匹配 也就是说当面容ID当中的某一个部件出现问题后 如果我们直接更换一个其他手机拆下来的 是行不同的 手机开机就会提示 无法在此iPhone上激活面容ID 现在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面容ID都是怎么坏的 如果部件有加密 坏了以后还能不能修 经过与一些粉丝的交流 以及在网上搜集的一些数据呢 主要有三个造成面容ID失效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进水 当我提到进水这两个字的时候啊 我估计会有很多弹幕飘过 iPhone不是防水的吗 iPhone IP68防水等等 但是呢 我只能用现实告诉你 淹死会水的 打死降水的 第二个造成面容ID失效的原因呢 就是跌落 第三个造成面容ID失效的原因呢 也是认为的 很多人在给iPhone换电池或者换屏的时候 拆机之前呢 没有对手机断电 手不小心触碰到了点阵通用仪 导致了点字投影仪内部熔断 那么面容ID坏了 到底能不能修呢 经过前面的测试 大家应该对面容ID有了一定的了解 如果是红外摄像头 或者距离及泛光感动元件通路出现了问题 目前呢 解决方案呢 只有更换排线 如果这几个部件本体损坏了 目前呢 还没有办法单独更换 如果你的手机进入前置相机 打开人像模式后 没有自然光 这时呢 可以用绿光功能比较差的数码相机 或者大部分安卓手机的相机 来查看点阵通用仪 是否可以正常的投射红外光 如果点阵通用仪 没有投射红外光 那么恭喜你 这种情况呢 现在大部分都是可以得到完美修复的 大家好 我是张磊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面容ID点阵通用仪的修复方案 我们先看一下点阵修复方案所需要的设备以及配件 这个小盒子呢 这个小盒子呢是潜力新出的ID face 上手的第一感觉呢就是轻薄小巧 左边是一个连接器小板 每个连接器呢都有各机型的型号标识 而且每个型号有两排 左边一排呢是点阵通用仪 检测与备份数据使用的 右边一排呢是烧录新排线时使用的 这个小板是可以拆卸的 有很大的灵活性 通过这个设计呢 我们不难看出 这个小盒子以后也许会开放一些其他的功能 盒子右上方是一个LCD显示屏 可以显示iPhone7 NPC热门电阻 以及激光发射器 四度阳急的通断 还有读取与写入数据的状态 盒子的右下方呢 有三个物理按键 第一个按键是IDFACE的开关机键 第二个按键呢 是测试点阵通用仪好坏的 第三个按键呢 目前处于预留的状态 IDFACE的底部呢 还有一个Type-C的接口 用于充电与上位机联机使用 这是一条潜力的点阵通用仪排线 它不仅仅是排线 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点阵使用的核心芯片 万事俱备 不差东方 开始拆机吧 取下面容ID模组 然后将点阵通用仪排线 插入IDFACE左边的连接座 点击第二个按键 此时呢 我们会看到点阵通用仪是熔断的状态 现在让IDFACE与电脑连接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呢 打开上位机以后 需要点击驱动安装 待驱动安装完成后呢 连接IDFACE 此时设备状态会显示设备已连接 IDFACE与电脑连接后呢 点击读取码片 上位机会提示读取数据完成 同时呢 IDFACE也会显示读取成功 然后点击保存资料 上位机会自动弹出对话框 接着呢 我们给读取的数据进行命名 选择存放位置 点击保存即可 接着我们要拿一条全新的潜力点阵排线 插入IDFACE右边的连接住 直接点击自动烧录 此时呢 上位机会显示写入进度 同时IDFACE呢 也会显示底层烧录中 当上位机出现 数据传输烧录成功 表示原机数据已经写入到全新的排线 到这里 点阵通用仪芯片的破解呢 已经完成了 接着我们需要把全新的点阵排线 装到面容ID模组上 由于我们想做到无痕操作 所以呢 我们分为以下六个步骤进行操作 1.去除铁架与排线之间的胶 2.分离点阵小板与棱镜 3.短接MOSQUAR 4.搬移点阵小板 5.测试点阵新排线 6.点阵小板 与棱镜对位贴合 今天分享的方法呢 对行业新手来说会比较友好 高手呢 可以直接无视了 先把面容ID模组固定在专用夹具上 铁架在上 排线在下 快克2008热风枪温度135-150度 风速40-80 具体的风枪设置参数需要根据家具的材质以及环境的温度去设置 例如合成石与铝合金 不同的材质的夹具呢 对加热的结果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温度设置呢 如果过高 容易催化前置摄像头 找一把薄一点的刀片 风枪对着点阵及红外摄像头的铁架进行加热 从排线与铁架的缝隙插入刀片 通过手指接收到的力反馈 试摊性的插入刀片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成片状的白色胶块 尤其呢是点阵位置的胶 一定要清理干净 以免抽出点阵小板排线时呢 伤到棱镜的内圈 现在准备分离点阵小板与棱镜 快克2008风枪135-150度 风速40-80预热 准备下刀 关于下刀这一块啊 有一些细节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细节呢 是点阵激光发射器的位置 为了避免伤到棱镜的内圈呢 我们下刀的方向 一定要在对面的位置下刀 第二个细节 为了方便贴合 我们在分离点阵小板与棱镜时 尽量呢少一点破坏原厂胶 当然啊 你也可以用厚一点的刀片进行分离 类似于杠杆原理 这种方式呢 原厂胶会保留的比较完美 但是这种方法呢 如果力度掌握不好的话 容易伤到点阵小板或者棱镜 点阵小板与棱镜分离后呢 我们拉住排线 轻轻的拖动 就可以拿出点阵小板 由于对点阵投影仪的破解 绕开了原机的加密芯片 所以呢 我们要取下原来的摩托管 并将DS两级进行短接 取出点阵小板 固定在家具上 拆除摩托管时呢 建议清理一下芯片的边胶 因为边胶呢 有可能会带掉激光发射器 阴急的金线 如果过程中呢 出现了这种情况 少量断线呢 是不影响的 但是建议打一些绿油保护 快克861 280度 风速50 几秒呢 就可以轻松的拆除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镊子 挑适量的西姜 对DS级进行短接 那也可以呢 找一个大小合适的电感 进行短接 快克861 280度 50风速 先清理一下边胶 然后等几秒钟 就可以清楚的拆除点阵小板 拆下小板后呢 将点阵小板后面的焊盘 清理干净 烙铁呢 280度 用刀头 俗话说的好啊 斩胶要除根 焊盘呢 尽量平整 然后将原机点阵小板 焊接到全新的排线上 这里呢 我建议大家稍微压一下 压出多余的焊锡 只要排线上的锡呢 不是超级多 几乎你不用担心联系短路的问题 这样做的原因呢 是为了方便顺利装回点阵小板排线 接着我们需要把刚刚焊好的排线呢 装到IDFace上做一下测试 在三目显微镜下 看四个灯是不是都可以正常的发光 如果报错呢 可以按照此图纸对应维修 为了保证一次性修复成功呢 建议做一下二次的验证 把排线装到手机上 进入前置相机的人像模式 观察一下激光发射器是否闪灯 这样呢可以排除因为排线问题 所导致的修复失败 现在将点阵排线 装回到面容ID模组的铁架内 由于是无痕维修呢 没有破坏铁架 所以点阵小板与棱镜 对位的时候呢 很多新手在这个环节啊 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还有一个小细节 很多新手没有注意到 点阵小板跟棱镜尺寸呢 是不一样的 棱镜会比点阵小板长一些 这时候呢 很多新手在对位的时候 都会出现透镜与激光发射器 对位偏移的这种现象 导致修复失败 为了提高维修效率 我们联合潜力 共同开发了一款 点阵小板与棱镜 贴合专用的精密资具 新手必备神器 万水千山总是行 88块行不行 完美对位后 就是点阵小板与棱镜 打交的环节了 浇水呢 建议选择流动性小一点的 以免浇水流入棱镜 与点阵小板内部 而且呢要方便重修 例如鲁斑点阵专用胶 如果你没有冷藏条件 或者觉得价格高呢 你也可以选择 410 406进行尝试 当然啊 如果有机会呢 我们也会推出一款 适合新手专用的胶水 现在呢 有很多高手都用502 但是502 适不适合你自己 希望呢 你心里有点数 把面容ID模组 清洁45度左右 用镊子呢 或者专用针头 对点阵与棱镜的缝隙点胶 千万不要太多 适量就好 为了修复的稳定性呢 建议在排线与铁框的缝隙 也进行点胶处理 这样呢 会让点阵投影仪 与整个面容ID模组 结合的更加牢固 现在我们可以装机测试了 如果之前进水或者手摸的 铁架没有变形 直接装机一般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是收过外力的手机 可能需要你调整铁架 让点阵投影仪 与红爱摄像头进行对位 调整铁架之前呢 建议使用潜力的延长排线 以及App Store安装一个软件 叫做Capture 这是一款3D扫描软件 让红爱摄像头 与点阵投影仪的相互配合可视化 对于调整面容ID模组的铁架呢 非常的友好 现在由于点阵投影仪 导致的面容ID不可用的故障呢 几乎都可以做到完美的修复 目前支持的机型呢 可以从iPhone X 一直到iPhone 11系列 看到这里啊 也许很多人脑海当中 又会浮出一个问号 这么牛的技术 到底是谁研发的呢 一到这事 我们真的要致敬一下 这个技术的奠基者 杀乐团队 想必呢 很多人都用过杀乐团队 就是这个 可以帮你检测手机 有没有被换过配件的杀乐团队 是他们呢 的辛苦付出 以及与潜力这样高品质工具制造商的合作 才能让我们可以轻松的修复iPhone的面容ID 累个BBB 开箱玩手机 咱们下个视频见 庁堂 南枝